一起吃饭吧 今天吃什么 便利商店 只要216元就可以在家吃到顶太风 而且超级饱的 我知道很多人分享了 那怎么样 我就想分享一下 女太风就是台湾之光 也是海外的朋友来台湾必吃的餐厅之一 之外他也是日本人的最爱 我来或是日本客户来 我都问他们想要吃什么 他们吃吃汤 名单里就可以顶太风 记得前几年我有去新宿的高岛 武餐那边有一家顶太风 然后我刚好是在逛旁边的一桌 然后逛一逛我就走过去 因为中午时间 我很好奇日本顶太风的价位 我去看一下 有一些东西是贵大概台湾蛮多的 但是我很意外的是 中午时段客满 然后有客人在外面等 所以可见日本人真的是超喜欢 名太风的 所以台湾的店才会常常这么多 日本人排队 我全家跟顶太风联名的商品一上市的时候 我又把这个连结情报丢给我在台湾的日本朋友 然后他们就很高分贝的 诶 这个是哪里 哪里要吃什么 就滋味的很感兴趣的一些回留言给我 然后之后他们也真的去买了这个商品来试试看 买了这个之后一定要就是炫耀一下 跟日本朋友炫耀一下 然后就把它拍照放到推特 有一些留言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哇价钱好便宜的顶太风CP值太高了之类的 竟然楼下的便利商店就可以买到顶太风 台湾人会不会太幸福了 然后还有在顶太风里吃不到的限定口味 诶 好想吃啊 现在不能去台湾 sgoy 觉得台湾人很幸福 等等之类的留言 可见我觉得在市场上 只要冠上联名限定限量 对消费者真的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全家跟顶太风联名的三样商品 鸡肉香辣酱饭团 这个是算找单类吧 还可以搭49点他们的活动 香肠香辣酱蛋炒饭 这样子我的香肠都要掉到下面 第三个是我找了比较久的鸡肉香辣酱炒面 等于推出一个早餐 然后两个是正餐类的东西 两个饭一个面 就是这一次推出的商品 真的蛮适合超级喜欢淀粉的淀粉爱好者 因为呢 真的是满满的淀粉 讲一下这三个必吃的重点 第一个是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香辣酱 这三个产品里面都有放他们这个特调的香辣酱 到底有多香有多辣呢 我等一下来试吃看看 第二个是为什么要吃它呢 因为你在顶泰峰的门市是吃不到的 而且可能它有一天突然就合约买就不卖了 所以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 如果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可以吃吃看 还有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可以吃吃看 第三个就是CP值很高 因为顶泰峰嘛 一个89块钱很便宜 然后这个饭盘也才38块 你三个加起来216 其实你可能在店里只吃到一个面啊 或一个小笼包 天哪我超想吃小笼包 而且我想要在现场吃 不知道什么时候解禁 好想去现场吃小笼包 因为我们家那个方向刚好有一家顶泰峰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到 昨天其实就去找这个顶泰峰的东西 我觉得有样特别难找 所以我对它蛮期待的 我昨天去两家全家 找到了一家找到饭专 一家找到炒饭 然后我就完全没有找到炒面 所以我今天又跑了两家 第一家也是没有炒面 我在第二家终于找到一个炒面了 我本来想说我要不要介绍两样就好了 所以因为炒面它非常难找 所以我对它的期待值有一点高 我等一下来试试看 然后三个排名 看我最喜欢哪一个 第一个我先吃最小的饭团 我刚在微波它的时候 其实酱油味就跑出来了 微波好了 我试试 然后它表面是有一点 感觉像你外面买烤饭团 有点微焦的感觉 然后它是有说它是用煎鱼露 然后用它的香辣酱去把它做的 然后饭的表面是比较油亮的感觉 试试看看 我今天不知道我吃早餐 晚上其实很少吃这么多店舖 前面尖尖头的地方好像没有吃到任何料 不过我觉得就是整体是没有那么咸 淡淡的酱油味 我觉得里面有一些辣椒的东西跑出来 香辣酱吧 嗯 肉还蛮好吃的 有时候我们去吃居酒屋的烤饭团味道有点像 只是它里面有包鸡肉 然后鸡肉有一点辣辣的感觉 米饭类满像我们去居酒屋吃的烤饭团 如果自己包一个海苔应该就很有那个感觉 我觉得饭团是好吃的 可以微波之后 然后放到烤箱比烤脆脆的 应该也会很好吃 这个不错 还蛮喜欢的 蛋炒饭 我来微波一下啰 长香辣酱黄金蛋炒饭 这个名字有一点长 好我要吃啰 我觉得看起来它的卖相真的蛮好的 先吃炒饭的部分 嗯 淡淡的 来和一点点香辣酱一起吃吃看 我觉得有的香辣酱变得非常下饭 而且它的炒饭其实跟它店里一样是那种 炒的这种干干的感觉 就是炒饭会比较湿比较黏 可是它是干干的粒粒分明 跟它店里的感觉蛮像 干干的粒粒分明 我觉得不错欸 怎么办 饭团也蛮好吃的 那香肠也蛮好吃 就是一般我们吃到的内容 最基本的蒜味香肠 我今天只有吃早餐 所以我现在真的饿了 我觉得刚刚的饭团也好吃 这个炒饭我也觉得好吃 其实我平常晚上真的没有吃那么多店铺 今天真的是破例味 要入这一集 我觉得主要是它的香辣酱 都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感觉 就是会蛮下饭的 然后饭团它是香辣酱把它放在鸡肉里面 你吃到第一口的时候没有吃到肉的时候 是比较简单的烤饭团 可是吃到肉的时候感觉就是一种 比较台式的感觉 我要微波第三个就是最难买的鸡肉香辣酱炒面 面的颜色微波起来没有那么漂亮 因为葱好像变得有点黄黄的 我本身是爱面大过于饭的人 这个面很难找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给它的期待值有点高 目前拉起来的感觉有点干干 吃一口看看 面感觉有加一点醋的感觉 有点醋香 完蛋了 因为找它找太久 所以它期待有点高 但它不一样它还是有这个香辣酱 我觉得加的香辣酱 真的是这个面啊 或者是刚刚饭啊 真的都有更添加风味的感觉 好啦那我要来边吃边 跟大家说我心目中的排名咯 本来我对于炒面呢 我是抱着蛮大的期望 因为毕竟我找了四家耶 超辛苦的 而且还下雨 有点太干 面比较干 然后它的葱也有点变 是比如说热热的吃 然后没有那么干 应该是也蛮好吃的 第二名呢 炒饭跟饭团我有点难分胜负 因为它们一个毕竟是早餐类 一个是正餐类 而且我本身就是很爱吃烤饭团的一个人 所以我第二名葱缺 我第一名直接给饭团跟炒饭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试试看 鼎泰峰跟全家的联名商品 我觉得饭团跟炒饭 不会让你们失望 它们这个香辣酱真的是有用心 偷拿了辣椒酱来加 试试看 乱搞 好吃 那这一集就到这边咯 我要吃饭咯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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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